如果爱一个人觉得不到,一定很难受 如果爱一个人却因为没有勇气告白而错过了,那一定更难受 如果爱一个人得到了却发现他并没有那么爱自己,那会不会特别难受 今天的视频希望你能耐心地看完 因为白雪场面可不多见,白色像不恶 雪莱和春希东马三人因为学员其表演的缘故而走到了一起 最早的东马会在隔壁音乐室隐瞒身份和春希一起弹奏音乐 而雪莱则是因为活活的性格也走到了春希的面前 在雪莱和春希在一起之后,雪莱便心存愧疚 觉得自己独走东马喜欢的人 然而东马却完全不承认自己喜欢过春希 而是真心地祝福二人 并且曾经一直以兴师相称了两人 也终于可以以二人的名字互相称呼 雪莱因为没有失去东马这个朋友而开心 又感动了在东马怀里大哭 在学员期结束之后,春希他们的期末考也考完了 有的人很安心地升大学,有的人只能等待毕业 东马期末考试挂了三科,需要补考 毕业也成了问题,于是春希和雪莱进度大复习 三男的长时间相处让东马的性格开放了很多 曾经男影相处的他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拥有朋友 甚至和雪莱的关系还越来越好 在经过春希的习心教学,东马终于补考通过 而正好今天是圣诞节为了庆祝 三男的计划却跑汶泉 在千万的途中是祖宗马开的车 结果搞到深夜迷路了两个小时后才赶到了旅馆 雪莱一直想维吾好三男的关系 于是开心地说想和东马春希每年都在这个时候见面 每年的圣诞节都要在一起过 然后东马的志愿和雪莱春希都不同 所以他并不能保证自己能够赴约 当东马说自己以后有个男朋友的时候 春希的目光闪烁 雪莱看到春希的反应后而深情暗淡 雪莱十分珍惜地当初一起登台表演的时光 为此把它视为自己最珍贵的记忆 他也很想在此只要三男登台 春希和雪莱交往后 东马就对春希可以违避了许多 因为雪莱是他的持有 因为雪莱的要求 三男在一个温泉里红着脸泡躁 东马说自己要参加钢琴大赛 自己并不想放弃钢琴 雪莱和春希听到后都十分的开心 冰凉的雪花轻轻地飘过 三男都想这一刻的快乐能够永存 寒假过后的第三学期 是毕业前的最后一个学期 然后从第三学期一开学 东马为了准备钢琴大赛 就没有去过学校 也未曾见过迫切希望用最后一学期一起享受三男时光的春希和雪莱 春希经常会发短信关心东马 在大家门口放吃时 没有东马在的日子 春希雪莱都挺心目的 二男的感情虽然也越来越好了 接吻技术也越来越熟练 但不知道为什么却有一种莫名的失落 春希安慰自己只剩下雪莱了 而终于见到东马比赛的这一天 东马一上台就看见春希的雪莱依偎在一起 最后他并没有得到名字 当雪莱惋惜着哭了许久 看着东马比赛的潇洒 春希却心有不甘 回忆着之前恶门相处的种种 可在比赛完 东马对春希的冷漠更加明显 之后东马还是没有去上课 他一直跟雪莱联系 东马一直都没有回应 要不要去雪莱生日会的事情 于是春希突然提议 不喊东马了 他想确认自己是否 只剩下雪莱了 然而雪莱拒绝 他跟着去说 希望能够邀请很多人来开排队 可其实他只邀请了东马 为此还推掉了家庭旅行 生日这天 雪莱只收到了东马送的花 他本能为了办理 留学手续而出国了 春希再去雪莱家之前 已经提前去了东马家 结果也从东马妈妈那得知 了东马下个月 就要去欧洲常驻了 听到这个消息的春希 很难受 对雪莱撒网说身体不舒服 而却跑到了机场 一直等待东马回来 而等到了半晚 果然东马见到春希时 那就十分冷漠 春希忍不住眼看内水地质问他 为什么没有从我的眼前消失 我只是这点程度的人吗 说完 他伸手拉住了东马的肩膀 却看到满眼泪花的东马 东马他觉得很可笑 他的内心也很痛苦 为什么这些话 是从只有男朋友口中说出来的 明明先离开的人是春希 每一天春希和雪莱两人 出现在眼前 懂了东马心怒刀割 在这冬旅的大街上 两个原先冰冷的心 竟因为这一次相遇 而增添了兴许的温暖 这时和春希才知道 自己之前并不是一个人 在煎熬在难受 原谅东马也是喜欢自己的 杨林就这样在雪莱的生日会之天 互相表明了心意 最终 恶人都没有去参加雪莱的生日会 当初东马第一天去上学的时候 春希就把叔叔的东马给吵醒 不宜不老了 让他填写各种陆学生景书 也是这一天计 春希这个看似老好人的男生 就在东马心中 留下了不可磨命的印象 因为他会来到春希的版级 更多的原因是因为 自己来爱相处的性格而调动 春希的多姿主动接近 让他开始关注了这个男生 所以在看到春希弹奏吉他 他会忍不住上去指导一下 并推荐了一本其他入门的手册 后来 东马都按时上学 春希就走到他旁边 春希作为班长 按时照顾他 久而久之 东马对他也越来越温柔了 可是有一天 老师学了东马 别再从水马翻春希了 让东马背叙了一头雾水 每天傍晚的时候 东马会在第二音乐室练琴 春希会在隔壁音乐室弹吉他 东马知道是春希 所以才会跟他合奏 春希和东马在没有遇到雪莱之前 两年总是相互留意着 互相关心着 有一天东马把春希给他的三稿书给拢丢了 结果大半夜的淋雨去找 即便摔到很疼 和他找到书本之后 却是躺在地上 开心地大笑 然后到全季结束的那一天 也就是雪莱告白春希的那一天 春希说出了 自己只是把东马当成了普通朋友 东马伤心地偷偷问了 睡着过去的春希后 离开了 而东马问他时 雪莱结实看见了 所以雪莱才会鼓起勇气 主动告白 之后雪莱和春希在一起了 东马为了春希 希望三个人一直在一起的愿望 而闭口不提自己的感情 东马的妈妈也去看了雪原季 她一眼就发现了东马 喜欢春希 而在从温泉宾馆回来后 东马看到二人接吻时的场面 但还是忍不住 雷奔大哭 东马也很后悔 没有及时抓住春希 才导致现在失去了全部 在雪莱生日会的这一夜 东马终于对春希 说出了自己全部的心意 东马顾着说 我们终于对对方 无所不知了 终于成为朋友了 但是成为朋友的这一刻 我们就算是 绝交了 春希听完后 一把抱住了东马 她熟练地 稳住了东马的嘴唇 这一刹那 世界仿佛静止一般 东马似乎回应着 对方的赤裂的乐吻 可是最后清醒的东马 就更加心痛地 推开了她 善良他一巴掌 大声地喊道 你为什么这么熟练啊 你和雪莱 到底亲过了多少次啊 说完 便消失在这冬日的大街上 只留下悔恨 而归递的春希 隔天的春希发烧了 她欺骗雪莱的谎言 真真了 喜心地照顾她 春希觉得自己很差劲 做出了这种事 还依赖她 春希弹着 牵挂离别之人的歌曲 雪莱在楼顶 听着伴奏轻声的歌唱 就像当初听着春希 和东马合奏唱歌一样 然后现在再回首 雪莱却很痛苦 那位是自己当初 寂静了东马和春希的合奏力 雪莱那天 雪莱本来并不打算告白了 她希望三年 一直这样友好相守下去 可是 当她亲眼看见东马 偷闻春希时 她改变了主意 早就知道春希和东马 雪莱为了自己的幸福 也为了不让自己 在后来会被排挤 而选择破坏的这种关系 现在东马要去欧洲了 雪莱就陷入了 深深的自责之中 阴望生态的纯日里 春希这一届的学生 迎来了毕业日 东马也悄悄地 来听了春希的毕业致词 雪莱收到了东马留的信 春希一听到东马又来 她就拨过雪莱的感受 撒手去找 可是春希找马很久很久 发了很多想见她的短信 一直到晚上 都没有找到 可是 没想到东马就给她打电话了 而在电话里 春希表白了 雪莱里也有很多 让东马怀念的回忆 所以忍不住在电话里 感慨雪莱的美丽 而当春希看到外面的雪莱时 也才发现东马 却要她下楼下 东马对春希说 自己之前非常喜欢春希 但是春希选择了雪莱后 她很痛苦 又不甘心 春希的真的回应 抱住了她 两人像久别冲锋的情侣一样 问在了一击 雪莱的电话在响着 屏幕上三男合照亮着 春希和东马却在床上残眠了起来 这次 似乎东马说什么 都不会再放手了 经过一夜的成长 东马和春希都成长了不少 离开时 还拿走春希的第二个扭扣 当雪莱来的找春希 想和她一起去机场 送给东马时 却发现屋中的凌乱 她似乎 明白了什么 在路上 春希坦白自己喜欢东马 雪莱也坦白了 她说其实自己表白 只是为了保持三个人的关系 不想被排除在外而已 虽然自己是喜欢春希的 但是没有到东马那种地步 春希知道她只是在安慰自己 忍不住 痛哭了起来 为自己后知后觉 伤害了东马 也伤害了雪莱 到了机场 春希却不敢去寻找东马了 因为她知道自己一定会找得到 在春希又离开时 就那么一瞬间 她回头 果然看见了东马 那一刻 春希不管不顾的 哭着冲过去抱紧了东马 吃心相爱的两人 在这分别之际 困在了一起 之后的雪莱 虽然早就知道他们的心意 不断地给自己说 自己并没有爱得那么深 而是地上的眼泪 则都表达出了 这不过就是自欺欺人 雪莱也不明白 明明第一次交到男朋友和职友 这两件 本来令人高兴的事情 交涉在一起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 东马离开了 这里已经没有任何 让春希留恋的东西了 雪莱天亚春希身后 不肯离去 她把春希的身体冰冷起来 也怕自己的心 会瞬间结冰 《白色相不饿》 是一部特别出名的动画 里面更是出现了许多名场面 更是诞生了所谓的新词 白雪场面 这种苦涩的校园青春爱情 其实是最难看的味疼 由于两个女主都有不同的性格 所以也造就了不同粉丝的喜爱 而形成了党政 都是在议论到底是谁先来的 很多人认为是东马 仙和春希先相遇 以及结尾 可是 先告白的确实是雪莱 为是女主的粉丝 从而造就了新的名词 白雪 这个词味是从喉咙梦中的 红雪衍生而出的 意思就是讨论 关于白色相簿中的学问 以及西壁之间的讨论 从而 在很多后续作品中 只要扯到西壁之争 就会纷纷调侃 白雪 有一支部动画是改编自Galagame的虚章 而虚章没有支线 从而造就了拦主的犹如寡断 拦主的渣男属性 在新好动画改编将人物的内心和细节 很完美地呈现出来 以便让人看到在现实中 都能看到的 真实恋情 爱一个人 就得勇敢尝试 否则 你可能会错过那个对的人 当然 即便尝试的 可能反而你会成为那个错的人 那么 到底我们在爱情中 要如何选择 我想 因为出我的那个轮回很痛苦 很难受 但请把心中 不会留下遗憾 我是少年 因为明天有可爱的九七年男孩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能不能给我视频点赞 评论一下呢 这对我 真的很重要 拜托拜托